他說沒有啦 阿嬤在哭了 這團走之後 我團不知道當時才會來 對 鑽腳的地方真的 日本呢 像我現在呢 跑的時候 我反而我個人啦 喜歡這種鄉下地方的慢步調 我個人 因為平常我們在台灣生活習慣步調快 有時候出來放鬆一點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沒有發覺 不管我幾點出門 永遠你們都會覺得時間不夠用 沒有辦法 這是盡雄 這是一個遊客很正常的心理 那你放心 阿福也都會永遠等你 但我跟你講 台灣人真的還算手勢 像有時候 我在我們公司去接待大陸同胞的時候 有時候時間要到 譬如說9點要出門 他還給我早上起來說 阿福我還沒吃早餐怎麼辦 我都沒那個事情 空間要出門 你自己時間配合不當 還叫我配合你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呢 真的 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 就會發現時間的重要性 你在上班的時候就覺得 那時間過了就慢 對不對 這個人在快樂的時候 跟什麼 比較辛苦的時候 這感覺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飯店還可以嗎 還OK 住的還可以 我們公司有個特色 通常相對地方住的飯店都比較大 對啊 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相對就沒那麼小 這是我們的一貫的特色 但是回到市區呢 你就會懷念了這個空間 對不對 回到市區那裡去 真的那個大概行李放下去 就沒什麼可以過了 但是很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下樓呢 光接購物就很方便 好 一天接著一天過去 來 日本人有一句話 講 早上的打招呼是非常重要的 阿福利用 早上的這個呢 這個時段 跟我們車上的各位的阿福的好朋友們 好 問聲早安 來各位車上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早 哎唷 哎唷 OK齁 從各位回答應該 可以看得出來 昨天休息的還OK 對啊 三小氣有很小的嗎 燙到睡不著嗎 對啊 燙到睡不著 然後真的 我現在回去台灣 我在晚上沒辦法睡覺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覺得台灣真的冷到誇張 冷到爆料 開暖 對 我以前在台灣講說 開暖氣我一直覺得 是幹嘛 是身體無好的人在開 真的 現在 現在我真的回去的時候 現在暖氣是 給我女兒睡 我真的有考慮自己再去買一台暖爐 對啊 因為我小朋友蠻小的 對啊 所以後面再跟大家講 我的故事 不用緊張 下午我們會有時間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好不好 但是我現在要先做正常的介紹 好不好 正常的西山介紹 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車程都不會很久 今天我們的車程時間都短了 因為我們主要都在高山 高山市附近玩 高山市附近 等一下我們開車大概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會到達這個上山之丁 上山之丁 為什麼今天出門比較晚 因為 太早起也沒開 店也沒開 所以呢 今天我們會比較輕鬆 我們怎麼樣 早上我們出發 先去到這個上山之丁 給各位走一走 看一看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這個江戶時代的這些老房子 同時呢 讓大家呢 回到那個時候過去的一個狀態 再來呢 我們在這邊玩了之後 我們中午會帶大家到這個屋台祭的 這個會所 其實呢 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屋台 其實日本的屋台 就相當於我們台灣在講的神教 神教 這一個概念 這個日本人也非常用心 在裝飾這些神教 然後 中午我們會在這個呢 屋台祭的這個 紀念的會所附近 這邊用餐 吃完飯之後 吃完飯之後 下 這邊是 這本位是什麼熊 來這邊晃 好狂野耶 對啊 好棒 我知道街好漂亮 啊這裏不是釀造場 好來這邊 來,你先來一點 我們講一下 好,漂亮的地方 等下,一分油都會 好,來,各位,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我們停的這個停車場 叫做神明停車場 神明停車場,好快喔 所以一定要記一下,如果你真的走丟 看一下神明 拍一下神明,因為大遊覽車大部分都停在這邊 好不好 可以看一下,因為等一下你們可能進去 小線裡面亂轉亂轉,走不見的時候 問一下,因為大遊覽車停車場 或者是,來,我教你一句很簡單的 例子 走丟走私,不曉得你找到車 遊覽車 叫做什麼,叫做巴士 巴士 巴士,在哪 在哪 在哪 好,來,有沒有 阿福講的,這一條就是上二之丁 你看 所以是幾路幾路的意思 就是幾路幾路幾路 就等於說我們中山一路 中山二路,中山三路 中山一路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也是很寬 所以你看也沒有啦 人都喜歡擠到最小的一條路 欸這個是 裡面還在煮東西 喔 隨便煮什麼東西 它是煮什麼東西 甜品啦,學類啦 這家也蠻有名的 哇它是,你看 這個樹就很有肥 欸它說真的 它真的不會很商業化 就是講得這麼有名 但是還是不會很商業化 好,我們挖過來 阿福的好朋友 來,我們挖過來 來 來,我們稍微進來一點 不用急 等下我留時間給大家拍 井不會跑,阿福會跑 好不好 說得好 欸,我介紹你那裡 沒人哪行哪 等下都不用急 我走到哪,介紹到哪 我介紹完會有時間給你們拍 好不好 來,有沒有 我們現在走的這一條 叫上山堅持 好,上山堅持 待會 如果你想去看 是高山政府 就是以前的有沒有 它有一個雕像 它有一個雕像 想說怎麼 有一個雕像 喔,酷喔 它這裡面有一個雕像 跟雕像一模一樣 它是有骨架的 有一個雕像 它是雪堆上去 從沒一開始 好 所以你看到喔 來,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因為木造的房子很怕火 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這種滅火器 明天我們去河場 所以很容易看到 好,來 好,來 黃哥、柳哥 黃哥、柳哥 黃哥、柳哥也有台灣 來來來來 我們過來一下齁 來 這什麼娃娃 這叫什麼 猴寶寶 好猴寶 來 我們特別介紹一下這個娃娃 這個你在飛駝地區很容易看到 飯店也有一隻很大隻 有沒有 為什麼 這個娃娃為什麼沒有臉 無臉見人 不是無臉見人 我們剛才提到 飛駝地區它是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窮鄉屁啦 所以你看到在冬天的時候呢 基本上來講 種不出什麼農作物 可是到夏天農忙的時候 很多的爸爸媽媽 沒有像現在什麼兒童福利法啦 就是把小孩子丟在家裡面 丟在家裡面 但是呢丟在家裡面 那個時候就很窮嘛 也沒什麼玩具給小朋友玩 他就呢 自己會拿家裡的一些破布啊 不要的衣服啊 紅娃娃 讓他陪孩子玩 他的小朋友就很奇怪 媽媽媽媽媽 怎麼娃娃沒有臉 他這個呢講個恐怖故事 很恐怖喔 這個娃娃 就是因為 他偷跑出去自己玩 然後呢被鬼抓走了 然後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吃掉了 所以他沒有臉 在這邊 這下晚年會有用喔 所以呢 當他陪他玩的時候 同時也看到 不能隨便出去 眼睛、鼻子、嘴巴會被死掉 在日本有一個寓意啦 送這個娃娃 為什麼 像真的希望他能夠保佑孩子 能夠平安健康長大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我 大女兒出生的時候 我朋友買一個蠻大的 跟飯店那一隻差不多大 你看我的 所以呢 這個也有寓意的 如果你剛好有朋友可能 小朋友有寶寶啊 什麼的 這個蠻好的 他的寓意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 沒有臉 但是現在也有心反的 就是說因為不是 主代了嘛 他這個臉呢 讓你自己去發揮 把它畫成這樣 也可以自己去發揮 這個 在飛驼地區比較特色 其他地方看不到 所以日本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每個地方有它不同的特色文化 送禮物 送禮物都有送他的寒衣 前面還有幾個 我跟大家介紹 好來 這邊 是可以 那個還好帶 還好 萬一真的 太大隻了 不要買 好漂亮 這真的就是符合你想要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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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蜂窩 這個是用龍賢之後的稻草 然後賣了把它集結起來的 他們掛在門上呢 有什麼 招財 驅邪避兇 含義 大部分都是做酒 做燒酒 日本的酒大概分成幾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 顏色最深 但是呢 濃度最低的 啤酒 米乳 米乳 在這地方 濃度大概四到五左右 然後呢第二種 日本人非常驕傲的 日本人非常驕傲的 日本人非常驕傲的酒 答對了 叫做Sake 也就是所謂的 日本酒 日本酒 然後它的濃度大概是介於15到20 15到20左右 應該基本上不會超過20 為什麼日本人很驕傲的一點 代表日本酒 你看它名字 日本酒來秘密 因為 來 那個呢 清酒 目前是全世界 能喝的酒 溫度可以拉最長的範圍 來清酒可不可以喝常溫 可以 可不可以喝冰的 可以 可不可以喝熱的 可以 世界上應該沒有一種酒 可以喝的 這麼廣 所以呢 這樣子 日本人很驕傲 還有第三種酒 叫做 這種酒其實是從韓國傳過來的 韓國傳過來的 它的濃度大概介於25到30度左右 25度到30度左右 這種呢就是呢 清酒再去的蒸餾 所流出來的酒 但是這邊呢 可是在這邊 當然你們會看到 很多地方它會寫地酒 好 地酒 地方的地 地酒是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指當地特色的酒 當地特色的酒 所以當你們 像我們最後一天去到居酒屋 它會寫地酒的時候 就是簡單一點講就是 用台灣為的講就是 自己量造的當地 以前地酒 只有一個地方的酒 可以稱作地酒 這個地方叫做 辛蟹 為什麼 因為辛蟹的米 非常有名 只有它可以稱作地酒 可是現在 隨著年代的酒員 政府為了 你請 你請 最大釀造酒 來 好 來 各位 這邊 如果你愛吃味噌的朋友 味噌的味道 你可以接受 歸你回去 味噌 來 這一間味噌是當地 蠻有名的 賣味噌 你看左手邊那些 都是要宅配到全國各地的 來 味噌一般分赤味噌 跟白味噌 阿夫講到赤就是 紅味噌的意志 通常紅味噌味道 會比較重一點 像我們昨天吃的 牛肉裡面 它就有放那個味噌 進去 有沒有 在這地方 味噌呢 有發酵的作用 就是可以刺激你的腸胃蠕動 你們都是常常 味噌 便秘 不順暢的人 這幾天有機會 味噌湯多喝一點 好不好 但記得阿夫 有教給大家煮法 千萬不要 只有水 弄下去 不能煮太久 你要有一個昆布味噌 你一個人在煮味噌 才會好喝 白味噌 所以日本人通常在煮的時候 哪種味噌都會放進去 按照不一樣的主意 所以你這幾天去喝喝看 其實飯店 喝到的味噌湯 味道也都不會一樣 因為每個師傅啊 他們在煮的手把 都有點不太一樣 在這個裡面 所以乾到 等一下待會有空 裡面有可以試喝的 你可以試去喝喝看 OK 你用那麼多 你在這幾天 然後去吃飯 你買了 只有我 我被你變了 我被你摸 我被你摸 他被你摸 在這幾天 我被你摸 我被你摸 你摸 我被你摸 你摸 你摸 嗎 你摸 好來,各位 好來,我們這邊 好來,在日文當中 這個豬啊 豬是什麼意思 筷子的意思 日本人出來呢 有的時候呢 跟我們台灣人很像 其中台灣很多人吃豬 出來也都會帶一些奥迷惑 小東西啊 送筷子什麼意思 筷子啊 不對 快拆 快拆拆開 快點 頭腦動一下 早上先很清醒的時候動一下 為什麼要送筷子 什麼東西 一年豆飯吃 一年豆 還沒有飯吃麵 筷子的含義很簡單 他送筷子給你 希望你快樂一輩子 好不好 快樂一輩子 日語的諧音有這樣嗎 日語的諧音他翻過來了 快樂一輩子 快樂一輩子 送筷子就好了 對對對 還沒講完 淡姐啦 所以呢 在日本他喜歡送這種小禮物 待會你看到 這幾天可以看到很多的手帕 日本都有很多有用手帕的習慣 他出來說 在台灣可能用手帕人家覺得 但是日本覺得 所以我手帕是一個比較 呃 好的一個象徵 就是比較 乾淨啊 像薯片那樣 所以他會送很多小禮物 所以就衍生出來的很多東西 像筷子 送筷子段也有 日本人還會衍生出來 送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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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文的含義當中 有象徵平安的意思 還有一個重點 你送人家糖果餅乾 可能人家吃下去 有一個就沒有了 阿丁蓋你去 欸你去日本 剛剛有帶的東西送嗎 有啊我有東西給 你給我吃掉了 你還不知道 但是你送這種筷子 飯吃 他每一天都會用到 甚至你下家吃飯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 欸我頂上那個飯吃在哪裡 他沒去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跟他媽 就是這個韓義 日本人有這樣子的意思 象徵 你每天都用得到的東西 就表示 我的心意 跟我的祝福 雖然東西沒有很貴重 但是呢 長培在你左右 這一個概念 所以等一下可以去看看 好不好 好來 往前 好可愛 等一下 自由活動的時候比較好錄 照啊 他現在帶動的時候我先錄 吃茶店 他比較像我們 台語的那個邏輯 喔來 那邊車還可以走 煎餅糖 煎餅糖 來各位朋友 來來來 換過來齁 我說一下齁 來 這兩家有沒有 在這個上山之丁非常有名的 飛駝牛壽司 好不好齁 兩家都有人吃 口味呢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還是比較合台灣 你們自己斟酌 好不好 都好吃 但是味道都不錯 調味不一樣 味道都不錯 因為每一間都有一間點差別 你也可以這邊買一個 這邊買一個 左邊是一口 右邊是一口 你比較看看 好不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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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因為你不想排隊 對 什麼我不想排隊 我沒有 還是你剛剛 對於吃我就不敢說 我是說你把排隊那邊翻倒 台北排隊那邊翻倒 所以不能再去買 果然是好漂亮 對啊 這個就符合你要的對不對 對 沒去傳京都 再多一點 他說這裡是小京都 說有 摸一盤 到處都漂亮 飛駝第九 哦 第九 來 來 等一下我們走到前面 好不好 等一下到這一套 來我講有沒有 第九有沒有 你看到就是當地特色的 還有來這邊有很多的這樣 類似的 像先輩啊 然後什麼 五瓶餅啊 因為岐富地區 那是米 那是米 五瓶餅等一下哪裡可以買的 其實這條路上都有 都買了 烤的那種 還有包含剛才我們剛才那個 一丁出來那個旁邊就可以看得到 好 這個算是以前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在山區裡面啊 然後帶東西沒那麼方便 水深呆在身上的乾糧 那現在演變就是 配茶啊 然後如果有喝酒習慣的 配酒也還OK啦 這種 口味顏色越深 越重 醬油越重 對 很好區分 對齁 還要重量在這裡 沒有了 那一般他店有的會給試吃 就可以試試看 日本有這個好吃 今天就比昨天冷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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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死路齁 死路回去就會 看我都想念 對呀 我就說這裡一定很開心 對呀 你的五千個留在這裡 九九 有啊 那一定不是五千 你先那個啦 因為我們自己台幣也要花完啦 如果你真的買得很合理 我們就不要再換你 飛鴻牛的可樂體 我們就昨天吃過啦 飛鴻牛的包子啦 那牛肉包子 他的包子好吃嗎 對 他中午都吃不下了 欸如果以禮拜天 他這樣人不算多 下午 下午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定要 該逛的要趕快逛 好 好來 各位 來 最後的一分 三十秒 來聽我說 OK 最後三十秒 我就放你們自由了 來 各位 為什麼走了那麼久 就是要帶各位 一定要拍到這一根條啊 好不好 這一根條啊 也有 上山之地 也有那個歷史了 所以呢 正常其實如果要講頭的話 應該是從這邊 這裡才是頭 這邊從頭進去 然後拍到這一個 地標 然後就往裡面走 好不好 這邊就是古代 好不好 三百年前 這邊就讓你穿越 回到現代 有沒有 對面你們的最愛 有沒有 711 有沒有 很熟悉的有沒有 這一條路線 上廁所呢 基本上店家裡面 都有洗手間 店家裡面都有洗手間 要不然就是待會 你如果急的 就去711 要不然就是回到停車場 好不好 等一下他不在這邊 就讓各位接散了 我的建議 你就回這邊 順著去 那個商店 現代化的 回到明谷再去逛 就好了 這邊逛這樣比較有意思 等一下就自由活動 10點50分 我們回到車上 好 所以我們這樣順著走下去 就回去了 然後你走到底 如果要去正屋的人 就往右邊轉 我們等一下正屋要去 回去是左邊 回去是左邊 回去走到底左邊 好不好 OK 還記得那個神明停車場嗎 有有有 不要講大家最愛的十個字 來 我們自由活動 耶 煞 下課啦 下課啦 然後拍到製作過程 好 A B C A A 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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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們是吃最高級的肉 一串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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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飞頭牛 來來來,你們要拍真正的飞頭牛 一串八百 我下雪咯 真的下雪了 好棒喔 好棒喔 還好 結果稱讚的是三百塊 就稱讚的是那個飯 蛤 對 因為他 他這個是一般的飄雪而已 鵝毛雪 不錯喔,運氣不錯喔 遇到下雪 還在排隊 還在排隊 喔,你要電視台在排 電視台在排 難怪會越來越紅 這真的是 江戶時代的 古老的街道 它在幹嘛 那剛剛那個 那個大陸小朋友說 一天也要買酒 那天也要買酒 一天也要買酒 這天也要買酒 這天也要買酒 十八了 對啊 來這邊可以 可以仔細拍了 老爸差點 差點參與一次去 你是要拍照的意思嗎 味噌汁 對,你要高山正屋還是要找到的 衙門啊 沒有,我們只要外面拍,因為沒有要進去 肥頭牛 肥頭牛 所以我們剛吃那個限定 一日限量 賣完就沒了 20串還是什麼 我們吃了四分之一 它上面有寫 好像是20還是50 應該是20,我記得是20 好像是另外壽司那邊限量 它 它寫限量是 是寫在板子上 寫在板子上 我們吃了四分之一 把它一天的限量吃了四分之一 它就說,喔,這是大戶 看我們按一張一張出來看很緊張 是喔? 對,我看它突然 有點挫 它想說到底是不是 懷疑自己學中文到底是不是對 對 它可能怕我們按錯 它可能怕我們錄解它意思按錯 它可能怕我們錄解它意思按錯 空中算不定 這個小道比較直的排 蛤? 這個小道很直的排 這樣就可以了 好,來,你幫它 你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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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邊走 我們邊往高山正屋去 我們邊往高山正屋去 往高山正屋去 因為時間有點趕 對啊 天氣好 天氣好 又下雪才漂亮 對啊,邊走 你們走你們的 我取景 然後我取景 我來不去 我們有什麼 有什麼 我來真的看完 我去見了 每一回 你會去見了 這麼多 你會去見了 甚麼 要開玩笑 你好 好,這麼多 這次 你會去見 那是赛前,还是金赛 好,你边走,你边走,我... 好,好,好 好,我們已經到體育場了還好 我們就在旁邊 好,那你搞一搞,你跟他住穩 蛤?你先住,你先住 好,我現在在那邊掏很麻煩 你要怎樣? 只要靠五串 沒有,四串 我們男生一人一串,女生兩個一串 你叫我們,叫五瓶餅啊? 蛤? 蛤? 有嗎? 幫我們叫三個五瓶餅兩個團結 好好好 好 好像是好便宜 是可以嗎?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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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隻 三個 三個 六個 三個 六個 十六分鐘 對 呃 五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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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說 五瓶餅比較快 他說多少,十六分鐘 他讲的两个两个就比较快 哦 好好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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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预置 有空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